我跟你們說 我們的好朋友骷髏頭被人抓走了 好大的膽子 現在有人敢抓我們的朋友一日 對 我們都是超級惡魔呢 你不是有一個那個魔法球嗎 對對對 可以 你趕緊來看一下 到底是誰抓走了我們的朋友骷髏頭 沒問題 那我就讓我的魔法球來看一下 好開開天野 你這個魔法球怎麼都亮啊 別把它敲爛了 我這個是用意念的 意念 你知道嗎 3 2 1 魔球魔球告訴我 我們的骷髏兄弟在哪裏 我們的骷髏兄弟在哪裏 我知道了 在棺材裡 棺材 被一個更大更大的骷髏給抓了 更大更大的骷髏 對 難道就是那個 老巫婆那個 老巫婆 老巫婆 骷髏 可不可以讓你這個魔法球 先別預知了 讓它安靜一點可以嗎 安靜 走 原來這就是我們魔法所在 那我們就去救他們吧 趕緊去救出我們的骷髏頭吧 出發 出發 哇 這就是傳說中的那個 惡魔 骷髏嗎 我們就在這裏面 我們的骷髏頭朋友 我很害怕呀 你們兩個怎麼這麼害怕 我們可是超級大惡魔 還怕他 對 我們是超級大惡魔 我們不怕 對 拿起劲來 好 那我們要怎麼才能救出 我們的骷髏頭朋友呢 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棺材打開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骷髏頭朋友 就在裏面了 我們的方法呢 就是說 要先把這個 棺材先蓋上 然後打開開關 然後我們在 我們三個人在不同的角度 吹這個蠟燭 然後誰吹的蠟燭最多 誰就可以把骷髏頭揪出來 那怎麼知道我們是誰贏了 只有吹面的最多的人 他面前的蠟燭才是亮著的 就是這個蠟燭的燈才是亮著的 最後我贏了的話 只有我的蠟燭會亮 其實人都會滅掉 對對對 而且這裡呢 會顯示出你的分數 另外輸入的兩個人 連自己的 知道自己分數的權利都沒有 對嗎 好可憐 對 而且我們在吹蠟燭的時候 要提防他 因為他的眼睛會殺到我們 他的眼睛掃到我們 他眼睛掃到我們的話 360度的旋轉 他只要掃到我們的話 我們的分數就會減少 這麼恐怖 所以一定要小心 而且我聽說 被他發現了的話 我們的這個 面前的這個蠟燭就會變紅 對沒錯 然後分數就會減 減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那就來試試看吧 好 來吧 馬上開始 現在要開始囉 好 簡易的第一局 Round 1 開始了嗎 開始了 哇 我都紅了 我被發現了 哇 我被發現了 我被發現了 我被发现 我被发现 我被发现了 我被发现了 是Summer赢了 Summer赢了 Summer多少个人 17分 17分 我们两个赢了都是烈的 然后他的蜡烛是亮的 好狼狈啊这个 不过我爸是成功的 靠着Summer的力量救出了这个骷髅兄弟 好第一轮呢救出骷髅兄弟的就是Summer 现在呢 第二 要更高一些 高的难度的 第二阶 二阶子 好开始了 先出一口 开始了吗 开始了吗 哇 哇 转好快 啊 又被发现了 哇 哇 哇 又被发现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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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小莲赢了 我赢了 小莲是 十分 哈哈 哈哈 我吹灭了蜡烛十字 你告诉我 哈哈 好吧 最后再玩一次吧 就看你能不能赢一次 我们来玩高级版的还是 刚刚哪个 你要哪个 高级版的吧 好吧 最后一次咯 你要抓紧机会 尝试 第二阶段 怎么没发现起来 啊 哇 没发现了 啊 发现了 哇 这只发现了我 哇 啊 啊 又发现 啊 我发 我赢了 真的是月儿赢了 真的是月儿赢了 他都灯红了 十三分 十三分 我一人赢一次 我终于没有把他转过去 我们终于救了我们的骷髅头朋友 对 一人救了一次 太好了 真的是累死了 那我就真的热了一声海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玩了这个死神的蜡烛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觉得很好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哟 还有关注我们的微博小铃玩具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